你觉得中国跟美国最大的生活上的区别来说是什么 就对于华人 但是那个时间正好是你的早餐 我觉得这俩都挺适合早餐 生活上呢你觉得 对于不会英语的人来说 所以还是得会英语 这是基础 你看到吗 他的认知里根本没有打工这一项 对 很多人觉得我就想听那个工作经验或什么的 我先跟你讲一下 你秋姐被人骗到美国之前这辈子没打过工 你懂吧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打扮的美美的 然后天黑的时候他开始去各种走红毯 要么去个什么party 跟那帮就是那个什么绿茶表装逼饭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过去嘴嘴人家骂人家 我英文也确实不好 但是我 我在这边有助理啊 我助理是ABC 他中文也好 那广东话也好 ABC嘛肯定英文没毛病 他每天就在帮我处理所有的这些邮件也好 因为美国人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人是习惯打电话 打有什么事儿 不管官方也好 咱们私人也好 都是打电话 那出了邮件 人家写的那他妈一长段 我看不懂 因为我英文确实不好 这么一大长段 邮件我看不懂 全是我助理来处理这些事儿 在美国他说到这有一点我提醒你们 就是你办理所有需要律师办的东西的时候 你这个要特别注意 像秋就是去的时候找了一个华人的律师 因为华人律师跟他们是一伙的 这里边就设了好多套 因为美国特别认法律上每个字 就一个字上的不一样 你当时讲关子对一个单词 你就会输 所以这事儿很重要 我输就输在这个 也不是一个词 是两个词 as this as this as this 舒惨了 就是as this 我输了快一百万每天 as this 对就是as this 就是跟现在一样 就是我这店交给你什么样 它的功能性 它的装修 它的什么 它就是这样 其他东西都扯淡 结果你接过来发现 可能空调是坏的 那个是坏的 那个是坏的 人家就跟你说as this 你就得认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办居留 办绿卡 办移民 你也得找中国的 就你不会英文的话 你也得找华人律师 这个里边好多都是 他们会坑你很多钱的 因为人就靠谁挣钱 说白了 律师在美国收入是很高的 我的律师 一个小时500美金 然后他也打电话给我说 嗨丽莎 嗨 how are you how fine how's it today 我说 宝贝咱们不聊天了 好吗 哈哈哈 别入正题 我说我知道你 小时论 论子入正题好吗 不聊了 中国的律师和美国的律师 最大的区别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中国的这种司法 判就是量刑 就是他判定这件事情的制度 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律师没有那么大的 在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没那么重要 真的 律师在中国没那么重要 但是在美国律师很重要 你一个找一个律师 如果你今天找的是一个小时5000块的律师 跟你找的一个律师是100块的律师 那你这个输爆了 肯定输 没得可打 人家光挑你在那个律师那个诉讼上 挑你这个字眼 人家能挑你他们两年 你就没得可讲 确实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香港律师 就是属于一个比比比较能赚钱的行业 人家律师为什么有500的 有5000的 也有5万的 这个就是 我们要区别的就是 5万的一定保你赢 大家就看你 看一号的谁 这是为什么美国有好多的杀人 就这个人只要是有钱 这人只要有名 其实他都能打得硬 没毛病 你可以 顶多判你个三年 你是个精神庙 对吧 你就出来了 哪怕你杀了18个人 但是你就 在这边待三年 你就出来了